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 新能源渔场马上播出 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 除了太阳能 风能等清洁能源外 来自海洋中的一股巨大能量也可以为我所用 如今有这样一群科学家 他们利用波浪能 奇思妙想 设计出一座可以发电的神器 能够成为未来海洋渔业的智能化养殖渔场 珠海万山群岛海域 独特的自然环境 让这里渔业资源丰富 是我国重要的渔场之一 在距离大陆三十千米的大芝州岛海域 一家珠海市最大的金昌鱼养殖基地 已出具规模 预计年产值约为六千万元 然而近年来 让基地负责人黄春仁越来越头疼的是 由于连年的超强排风入侵 基地养殖设施严重损毁 产量锐减 因此黄春仁大胆引进新型养殖装备 以改变目前基地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 我们这个是六月三十号 在深圳正式交付过来 我们现在的话放鱼进来的话 放了一个礼拜了 总共投了大概有两万尾金昌鱼 在这里面试运营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一个专门从事波浪能发电研究的团队 以创新的思路研发出 即清洁能源 巨型养殖网箱于一体的 智能化半潜式养殖平台 名为澎湖号 澎湖号不仅解决了养殖基地 生产生活 缺少持续稳定的电力问题 同时也解决了 现有养殖网箱 难以抵御超强台风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钢铁制成的大家伙 是如何从波浪中获得电力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轻轻的腐力板 这个板在波浪中的下运动 它能不能带动更重的物体运动呢 来 我们放几块钻 看它波浪能不能把这些钻推动起来 同样能够运动 这就说明波浪只可以驱动 重物 上海运动 有动能 有势能 可以积极能量 实际上 海洋中时刻蕴藏着 这些巨大的能量 如果将这些能量 转换成电能 将会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据估计 世界波浪能储量 总功率可以达到五亿千瓦 而我国海岸线 波浪能总功率 应在一千六百万千瓦左右 那么该如何捕获这些 大自然创造的能量 唯我所用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吸波的腐蹄 你看这个泡沫板 就是吸波腐蹄 然后推动重物 重物其实就是一个负载 然后我们怎么把它提速来 然后把它怎么转化出来 这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需要做 我们在实验室 包括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 一些计算 主要就是处理这件事 波浪中的能量 既有垂直向上的势能 又有水平向前的动能 一般情况下 技巧娴熟的冲浪者 都能熟练利用这两股能量 轻松地在狂风巨浪中潇洒行建 如同泡沫板一样 冲浪者脚下的冲浪板 就是一个完美的吸波浮体 历经九年的优化设计 新型捕浪能手 在圣松伟团队手中诞生了 因其外形酷似老鹰的头部 故其名为鹰头 我们的鹰头 它潜存在鹰式影波面 是经过优化设计的 它既兼顾了水平运动 又兼顾了垂直运动 它是用的是波浪的合力 所以它的作用力是比较大的 它的运动也比较敏捷 俗话说 无风不起浪 风的力量造成海水的波浪起伏 此时垂直向上和水平向前的能量 推动着浪花翻卷向前 那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鹰头造型 真的能实现波浪能发电吗 在这个实验水池里是人造的波浪 在我身后是鹰式波浪发电装置 波浪推动鹰头做往复运动 那么它的能量就全部被鹰头吸收了 鹰头带动我们精心设计的一套液压系统 把这个波浪能转化为了液压能 储存在系统器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水桶已经很快地被抬升起来了 等它的压力达到我们的设定值的时候 我们就释放它的压力 带动发电机 最终把波浪能转化为电能 供人们使用 这个灯泡就是它转化电能 是的 这个灯泡就是由波浪能转化的电能 大家看我把这个开关关闭 灯就灭了 我把它打开 灯就亮了 它的电就是从波浪能里面 吸取出来的 实际上 当我们第一步踏上澎湖号时 脚下的平台 就是捕获波浪能的两个樱头 它们如同栈桥一样 安装在澎湖号的一侧 当有一定的风浪时 这两个樱头就会像滑板一样 上下起伏开始工作 樱头会和主体结构之间 不断发生相对运动 推动液压缸 完成波浪运动 向机械运动的转化 转换的能量 最后进入发电系统发电 风浪越大 产生的能量就越多 发电量也就越多 而此时 海上风平浪静 我们却看不到樱头在工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澎湖号还能获得 持续稳定的电力吗 目前我们投放这个海域 就是这两天你一看 没有风也没有浪 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风机 也没有转 波浪能也没有有效地去工作 但是我们现在 做了一个多浓货部系统 就是在风浪不好的情况下 太阳能可以工作 还有除能可以弥补 自然能源的坚强性 或者是输入不均衡 造成的问题 为了应对晴空万里 无风缺浪的状况 圣松伟团队充分考虑到 各种气候变化的因素 在澎湖号顶部 加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当风浪大时 可以充分利用樱头来发电 而在风和日历时 澎湖号就自动启用 太阳能电池板 如此一来便形成了 一个多能互补的供电体系 目前澎湖号可实现 每天发电400度 而用不上的电 还可以统一输送到 机舱内部的储能系统 整个电力系统 能够储存电量500度 这是一个正常家庭 两个月的用电量 这个仓室就是波浪发电的 能量转弯仓室 这应该是我们合金的地方 其实从波浪发电来说的话 它有两极性能 第一就是把不稳定的波浪能 变成基本稳定的电能 再由电能到用户端 电和用户之间又有一个出能 就是出能跟电池出能 就可以满足这个用户 不同的需求来调节 基于波浪能 太阳能 多能互补的发电技术 远离陆地的澎湖号 完全拥有了持续而稳定的 电力保障 为未来基地进入深海养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为澎湖号设计的超大平台 也为更多搭载智能养殖设施 提供了场地 为此 黄春仁对澎湖号养殖平台 有了更大胆的设想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澎湖号养殖平台 投入使用几个月后 让黄春仁非常满意 接下来 黄春仁要构思 他的下一步计划 目前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安装了包括 包括饲料的自动投入 自动投入饲料 包括饲料的仓库 包括操作台 吊机什么的 包括整个的监控设备 等等 还有好多个可扩展的空间 稳定的电力 宽阔的平台 给了黄春仁更多的想象力 为了尽快实现 澎湖号智能化的生产管理 黄春仁以计划 在平台上搭载储物室 淡水处理厂 渔业加工厂 制冰厂等养殖生产配套设施 只要上来的新鲜鱼 就地完成 冻鲜处理 也能采用排水收鱼方式 保护式网香收鱼 让鱼始终保持生命活力 不仅如此 澎湖号水下部分的超大机体 还设计了很多 可以利用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一个工人预留的宿舍 这里边 您现在还没有装修 一装修就可以用吗 对 如果是渔民工作一点时间以后 他需要在这里面住的话 就稍微装一下装修就可以了 你看 这边也留了宿舍空间 有很大的空间是可以留给渔民工人使用的 可以当这个旅游的 具有这个空间 以后可以扩展 然后可以做一些升级改造之类的 这是卫生间 实际上 在盛松委为养殖基地设计澎湖号时就发现 加宽加大的养殖水体 同时也加大了养殖平台的空间 实施智能化管理后 平台上需要的工作人员并不多 大部分的地方基本闲置 在有目前澎湖号的发电能力 除基本生活生产用电外 多出来的电能也无用武之地 于是他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因为这个海上的布拉能装备 只有和海上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 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用途 其实这个渔业平台 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 另外它可以开展 休闲渔业海上的旅游 圣宗伟之所以有这样的设想 也是他看到了这片海域 潜藏的机遇 大支州岛海域所在的万山群岛 共有大小岛屿76个 充足的水流带来了丰富的海洋生物 是个绝佳的钓鱼场所 据统计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钓鱼爱好者 来到这里垂钓 万山群岛早已成为知名的海钓圣地 距离澎湖号不远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片浮排 那里是一个伐钓爱好者的落脚之处 于是圣宗伟专程邀请了 两位海钓爱好者 登上澎湖号来个小小的体验 这两位海钓者都来自广州 几乎一有假期 就会不知疲倦地跑到这里来玩 一般一来就待多久 一般是两天或三天 有住宿的话就可以掉多几天 好像每地方冲凉 一两天都想回去 一般到这种地方来住宿 女孩子肯定是不愿意来的 没有的 从来没有的 实际上 钓坝上的环境极为简陋 一个四面透风的小木屋只能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 躺一躺 而吃饭都是从陆地上带来的简单食物果腹 当这两位海钓爱好者参观完澎湖号后 他们的感受如何呢 当受邀的两位海钓爱好者在澎湖号上参观 并听完盛宗伟的设想后 都对他的想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我觉得这么好的平台 你既然能做亲子 做家庭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服务的话 肯定价格能提高卖 然后整个配套服务能做得很好 刚才盛总带我们逛 整个仓都很大 整个仓很大 起码坐那种高低床 能睡好好多人 我觉得如果能够搞得起来的话 我都想带一家老小来玩 关键还有有地方冲凉 有的有饭吃 有地方可以做饭吃 他才喜欢来 不洋化的就永远住旅舍 你自己玩一两天就回去了 无水 无电 无房住的海上伐吊 将变成有度假体验的垂吊活动 这种天壤之别 是这些钓手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 这也给了盛松伟足够的信心 从他们的反应来看 能达到我们的设计效果 搭载这个休闲渔业和未来旅游 肯定可以很快就会实现了 澎湖号投入使用后 也引起了大型深海养殖装备 深蓝一号的设计者的注意 深蓝一号的设计灵感来自挪威 向我国定制的半潜式养殖网箱 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实际需要 进行了创新改造 它是一座全潜式养鱼装备 深蓝一号直径60米 高38米 总重约1400吨 一次可以养殖30万条三文鱼 年产量可达150万千克 其实我们的根本还是波浪化电 我觉得未来深蓝一号 或者深蓝二号三号 它在进一步走向原海以后 它的能源供给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他们是在传统网箱的旁边 放置一条养殖工船 这个工船主要是搭带它的设备 人员 然后可以做一些存储之类的 它没有把网箱和工船结合在一起 也没有清洁的能源 目前深蓝一号的唯一不足之处在于 它仅仅是一个超大的钢结构养殖网箱 而日常的养殖生产管理 以及电力系统 都需要配套一条大型养殖工船来完成 而一条养殖工船的造价和维护成本 都很可观 因此深蓝一号设计者 也曾找到圣松的网进行技术沟通 希望能够在以后研发的深海养殖装备中 搭载清洁环保的波浪能发电系统 这一想法也正在圣松伟的 未来波浪能发展规划之中 我想海上的可贷能源非常丰富 我觉得我们做的波浪能 包括多能互部系统 未来可以为深蓝一号 或者其他形式的海上渔业平台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到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